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两天呢,不是在说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里面装了这个自来水 装的不是这个固体燃料 那么这个消息呢,在海外引发了关注 那么大家都知道,引起了这个反贼的高潮 也是这个对中国军力进行一次嘲讽 每年呢,中国的国家社会动态 政治形势,经济走势,军事力量都会成为什么 他们贬低的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就是我说过,这个美国他是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 第一个呢,一会儿呢,把中国军事实力说的非常牛逼 机器不透明,很害怕,很恐惧 一会儿呢,把中国军力给贬了一个糖都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这篇文章 美军事专家乐意解放军注水导弹 一些人看法变了 有消息说啊 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产劣质导弹以及核心军备质量不过关 引发中共高层清洗军队,该报道引发美国军事专家的广泛讨论 彭博社周六1月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的腐败情况严重 其中一知情人士说 美方评估 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 包括导弹中装的是自来水而不是蓝料 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警的盖子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这个消息改变了一些美国军事专家的看法 有专家说 腐败已经是中共军队运作的一部分 但导弹渗水的报道让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腐败确实影响到了中共的作战力 但也有专门研究核武的专家建议保持理性 不要放松对中共的警惕 它弱并不代表它不坏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老兵之前已经讲过了 老兵就说过了 你的所谓知情人士是哪个知情人士 中共导弹到底怎么样 一只有生产导弹的人清楚 高级将领清楚 检测员清楚 和一线导弹部队的发射员他们清楚 这些这个环节上 你是有什么情报能源打漏这些环节了 这些可都是归中国军方内部来管理的 对吧 火箭军贪不贪腐 这个事情到现在 你西方的情报机构还没给一个准信呢 你说贪腐 是由于看到了中国在这边开除一些全国政协委员 是一些兵器军工领域的头 你自己猜测的 之前李尚福落马 火箭军落马 你可没这么说 你们说的是 你们说的牛逼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吧 他们说是 火箭军泄露情报给秦刚 秦刚出卖给了美国 才变成一个窝案 然后才把这个秦刚跟火箭军 李尚福他们都给弄掉 他们说的是这样的内容 说的是他们在出卖情报 那么 后面牛讲是腐败 这个清是清 楚是楚 清楚归清楚 对吧 那么 这个清就是 秦刚这个事 泄密这个事 这个已经 我说过 最终海外的很多媒体都 都引用老米兰昂的话 说这是吹牛逼的 那楚是什么 那火箭军 他这个贪腐 对吧 这是 这就是楚 两个事情浑身不搭嘎的 那么你们之前 把他们给引用 一起说是泄露情报给美国 现在呢 又讲是贪腐 你这个熟悉内部情况的人 怎么一开始没有说是贪腐 一开始说是泄露这个机密集情报 那么这位知情人士好像情报不是很准啊 老是在改啊 而且军方的情报啊 不归美国CIA来收集 美国CIA 他是来收集 除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情报 FBI是管控美国国内的 这说白了 FBI就是什么 就是七卡 肃清反革命委员会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美国的实验室的 和在美国一些 说美国坏话的 那军方的情报 应该是由美国军方的DIA来管 军事情报系统来管 那么美国CIA在中国的组网都被打掉灭掉 到现在美媒自己都证实 对中国内部的情况一无所知 几乎不太能够了解到 中国高层的想法和最新的动态 那么军方 他是比政治层面还要更加严密的一套系统 你是有什么样的军事情报员 在这个军方内部刺探消息啊 你是在中国军方内部 这个发展了什么谍报人员吗 如果有发展谍报人员 这种消息美军他知道他也不会透露啊 因为你暴露出来 说里面装了自来水 这个情报能掌握到这种程度 那么你美国不是在充满这位知情人士吗 这位谍报人员吗 而且他知道的条件是两条 他还能够知道说 西部的导弹发射井的盖子都打不开 影响导弹的发射 西部的盖子都打不开 影响导弹的发射 那么这个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这个是处于是 得说火箭军内部的指挥控制体系了 那就是在作战中心任职的人了 那你这个知情人士好像 对这个一个是对武器生产 还有一个对导弹发射 你都是这么了如指掌 那这个这个性命的人到底是谁啊 而且这个也老兵也说过 钉是钉毛是毛 轻是轻处归处 就这两个事情也是完全的不同的两个事情 就一个是导弹发射 一个是导弹的生产 这两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扯到一起呢 对不对 这个人 这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两个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这两个事情是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领域 那说明他这个军阶是非常高的 军阶如此之高的军头 才能知道这种消息 那这个军头 他向美国去透露这个情报 他跟谁接触了 火箭军的军事高级将领 我看好像没有 这个跟西方的人 情报能源有任何接触 也没出国 也没怎么样 平时他们都是受到严密的监控的 那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 还是说你们这些美国的专家 是马档盖上憋出来的 还是网上在床上跑马梦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出来的 那么这种消息呢 又引来了另外一条狗 什么姚晨 他的他妈鼻 开始也要来补卫刀了 臭卵炮当 骚卵炮 中国海军前参谋 曾用导弹燃料煮火锅 这首先第一条 就是他妈扯驴弹 中国海军前参谋 曾用导弹燃料煮火锅 导弹 是什么 导弹是火箭军来管控的 对吧 火箭军交给各个部队 包括你海 这个火箭军是火箭军 它是由这个 生产导弹的这个工厂来生产的 那么这些也是归火箭军来管 因为要负责装填兰料 和弹头 包这一块要管 火箭军交付给任何 以前我们叫做二炮部队 对吧 就是说 你生产这些导弹 你交付给部队 它都是成品 请问你这个固体燃料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下去 很有趣 自由亚洲电台昨报导 县旅居美国的姚臣表示 中国军队腐败习以为常 包括请客吃饭 部队之间相互赠礼的钱都来自装备部 部队有的部门没钱 有的部门要用钱 首长就是要从 大家来看他说的这个话 真那么让人搞笑 首长呢 就是从装备费里面 拨一些过来 在部队家属区做饭 就是从飞机油箱内放油出来 航空用的油做饭 烧起来的火焰是绿色的 没有一点味道 大家想想看 你说你这个部队里面很穷 没有这个经费 你用飞机的这个油来烧饭 这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用飞机的 飞机的油是什么 是煤油 对吧 煤油他妈的能用 能用来做做饭 对吧 还是没有一点的味道 妈的大家都知道 在飞机场 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一进入飞机场 或者说在飞机场下层 就是这个一层嘛 打车的时候 或者从那个地方上下车的时候 你会闻到一股 他妈浓浓的煤油味 那个还是飞机里面的味道 这么浓的煤油味 大家都知道 你那个打火机 或者说是那个 叫做那个 打火机 它里面加的就是那个煤油 那个味大家都能闻到吧 那这个屌人说 从飞机里面 就物资匮乏到 在家属区做饭 从飞机里面 取油下来来来做饭 家属区 跟飞机能在一起 你看这个人 他妈的说话 这个语物能 刺到什么地步了 家属区 旁边就是飞机 由于物资匮乏 我们连他妈的 做饭的燃气都没有 连电磁炉都用不上 要从飞机里面去烤 去烤这个飞机 煤油过来来做饭 还没有一点味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个他妈的 这个话讲的 你说这个 你说这种屌人 这个叫姚晨的 三千两头 在大纪元他妈出来 海军中校 第一他是不是海军中校 我都不一定 第二个 即使是个海军中校 你能了解到 什么样的信息 老兵说了 当个中校 就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 能当到上校 那他妈都要 都要是 人精东的人精 还有有这个技术水平啊 比如说你他妈的 很懂这个专业 你才能够当上去 说明这个人呢 就是没有 就是说你当到中校 退役呢 我就能够知道 你是一个 一个在部队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一呢 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二呢 你没什么学识 三呢 你也没有什么 出众的军事技能 所以你这样的人呢 平平无奇的一个中校呢 在部队里面 老兵讲了 就啥也都不是 太多这样的人了 对吧 说实话中校是什么 中校啊 说的好听点 叫富团党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个营长 啊 就是个营长 所以不要 在这里吹逼了 家属楼旁边 他妈的 没有这个油 用他妈的飞机燃料理 你飞机 你飞机的燃料柜 还是他妈那个 逼的 这个用他妈液化器柜 还是说你用他妈火 他妈在那里烧着 在那里做饭鬼 他妈的说的话 都没有逻辑的 还说部队里没有机会 只有装备部 你这个姚 姚城当兵的那会儿 还没有装备部了 好吧 装备部是后面成立的 以前就是叫后勤部 后勤部管的装备 傻逼啊 而且你知道这个装备部门 是他妈什么部门管的吗 以前有一个装备部 是他妈那个逼的 归司令部来管的 就是参谋部里面来管的 比如说参谋部 下属有一个装备处 或者装备科 港卵子 说话他妈 连舰制 连部队的舰制都搞不清楚 还在这里吹逼 你一个海 还有一个 你一个海军他妈的 怎么旁边会有飞机呢 海军航空兵 不好意思 你当兵那会儿 很早的那会儿 那时候还没什么海军航空兵呢 海军航空兵 是他妈这两年 有了航母以后 才他妈成立的 再加上有了这个 运八运九 特种作战部队 有了反潜的需求以后 才成立的 你那时候哪有什么 还骂了个逼的飞机啊 吹牛逼 不打草稿 甚至在部队吃火锅 就把导弹里面的固体燃料 一块一块拿出来 烧火锅吃 因为部队其他方面的保障跟不上 我经常到军械库去要这种固体的一小块 圆圆的燃料 我们想烧火锅时就拿一块出来 用于推动火箭和弹道导弹 在空中运行的固体燃料价格昂贵 但在部队缺乏后勤时 那你只能用动用固体燃料 烧火锅 做饭或送人情 你这个牛逼吹的我 他妈根本就是不想听 物资匮乏 用导弹的燃料来烧火锅 还说一小块一小块 你妈那个逼 一小块一小块的 这个叫做酒精燃料 这种他妈那个逼 是在做部队的作战的 这个野外作战的时候 会用这种燃料 它是他妈逼在军区里面的 它这个火一点 就要固体酒精 固体燃料 他这个烧这个火 烧得很旺 他烧得非常非常旺 这个是任何的部队里面 都有的 任何的全球任何的一个 野战部队里都有这样的 燃料 这个不是火箭燃料 我日你妈个逼啊 火箭燃料 你他妈巴达的下来吧 你他妈一点火 不是把他妈营区给炸了 我操 那个威力有多猛 火箭的燃料 他说弄来煮饭 他连他妈的这个酒精块 跟他妈的的燃料 他都分不清楚 这个B是怎么当兵的 他是不是军人啊 而且你他妈在 平时你们吃火锅 你营区里面就放的导弹 你海军的导弹 不是应该放在他妈那个B的 驱逐舰上面吗 不是应该放在他妈个B 护卫舰上面吗 怎么营区有飞机 又有导弹 你他妈B这是什么营区 什么营区这么这么屌 屌啊 卧槽 这他妈牛逼吹的 真的是 真的是港卵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这海外的这些B 这个智商怎么这么低 他妈的 就牛逼吹的 就是说 这个牛逼吹的 我就是你什么样的人 能信他这样的话 你弄一个他妈那个 精神病院的疯子 和他妈一个 得患了小儿麻痹症的 他都不相信他的话 这种港卵 怎么还不被他妈美国的 他妈的枪给打死了 啊 臭傻逼 谢谢各位支持